Hello大家好 最近我在网上找這個字 然後我就發現有很多文章說到台灣男生 台灣男生好嗎 台灣男生很好 台灣男生如何 應該要跟台灣男生談戀愛嗎 很多很多很多文章 但是我在很多很多文章的 我找到一個文章就是 看到這個文章我有什麼感覺 生氣的態度嗎 誒 怎麼你快可以這樣寫 我感覺很有談戀愛的感覺 迷活都脫不開了 你還說沒有談戀愛的感覺嗎 不對啦 但是 看到這個文章 又有一點愧疚的感覺 我要想到自己 誒好性 偶爾我也快有一點 就是沒有談戀愛這樣的感覺 那我要坐下再想想 為什麼我們通過幾年談戀愛 現在還可以進來就是結婚的哪個部落 那應該都會有利用嗎 並沒有 所以今天我想介入一下我現在的心法 現在的感覺 為什麼我是可以來到哪樣的決定 這邊的理由是 第一個 重視外表 為什麼我說到重視外表 因為是我以前的 是技術大學 所以我看到我這邊的同學 或是我朋友 他們都完全沒有太做重 但是我碰到 這生的奶的時候 就有 不一樣的感覺 我就發現 台灣男生不會裝 家裡的褲子住門 每次我跟他說 誒你要 你可以 你可以幫我下去拿點東西嗎 他說 不行 我還沒裝褲子 蛤 你那邊不是褲子嗎 然後他說不是 這輩子家裡的褲子 差區點還好吧 不行 一定要穿的 出門的褲子才下去 但是下去以後 哪一個東西 哪一個外地 然後上去 這樣也不行 這樣也要穿外面的褲子 我這邊的頭髮 其實我都什麼沒什麼注意 就是懶懶的去剪 但是JSON完全他完全不一樣 只要他的頭髮 有一點長長這樣子 他是一定要剪到底 例如是現在是8點晚上 他也要去剪 有時候我有感覺 不行的話 就是他之後再剪啊 沒事啊 但是他是 No 不行 完全不行 一定要剪 不能讓自己頭髮太長 因為這樣子 所以 你 每次看到他在哪的時候 你都是看他在一個 就是 剪結的狀態 好看 對我來說 酸起來 台灣的男生整個 整個平面 都是 蠻高 台灣男人平均身高有174.5公分 站上冠軍 比我們這邊的男生有高一點 像是我的鄰居來這裡 然後他聽到我媽說 就是我 我有跟一個台灣的男生在一起 然後他問我 你的男朋友高嗎 看到你小兒子這樣子 應該你男朋友也不是很高吧 那請問他有多高 男生不是 不會哦 我男朋友高要幹嘛不高 嗯? 高高白白 然後注重到外表 所以你看到台灣的男生 都是有一點 演 讀書的感覺 大家是 很多談到 其實 AA 那大家又說 欸? 為什麼是AA AA不是 缺點嗎 大家都說 台灣男生太喜歡AA的嗎 或是 或是什麼 或是AA對女生是不好嗎 為什麼你說AA是優點 但是我說 哪個缺點都是優點 哪個優點都是缺點 為什麼他說他的優點 因為AA的感覺 你會讓女生會有尊重的感覺 我們也不要說就是這燈 這燈大概是500 啊 分起來啊 這 嗯 今天的月會大概是500 分起來是你2 250 我250 你給我250 這樣也有點太明顯的話 我們可以換取代的方式 例如男生請你去吃飯 你可以請他去看電影 他請你去看電影 你可以請他去喝奶茶 或是 或是我們去看電影的話 他買票 你可以買 6 你可以買 6 所以AA 其實他也不是很大的問題 我看 我看到大部分 台灣的男生來這邊的越南 都是跟公司 或是工廠來工作的 那跟公司工廠 就是每個月 你會有固定的工資 台灣的男生 都是 都是很虧存錢 你會固定是每個月 你要存多少 每年你要有多少錢 這樣是很棒 因為我們 這邊 即使男生都是 叭叭叭叭啦啦 這樣子 就是 大部分就是賺多花多 賺多少 大概是 花多少 男生來說是比較少 會存錢的 但是 我碰到台灣男生 我看到不一樣 就是 對人生很有計劃 會存錢 會存的很好 但是這個 說成縣好有對 也很好 很對 很開心 因為會存錢 花多錢也會生計 因為花太多了 我跟他說就是 我們現在在搬離婚禮嘛 所以我們要飛來飛去 從富奇明然後飛到河內 然後從河內 然後回到富奇明 但是我每次說他要買飛機票 就說 欸好 賠機票好貴啊 怎麼可以那麼貴啊 哇 要花很多錢 我 我哪個時候 我說 好啦 不要說了啦 他就是一直那麼貴啦 大家還是從台灣飛過 好貴也要去啊 不然呢 有的時候 我就想好想逃離那一切 還有一個很重要 很 讓我感動 因為台灣男生 很注意到吸血的 為什麼我說到台灣男生很注意到吸血 因為 例如我有生氣 或是我有不一樣的感覺 他要一直問我 欸你怎麼了 你為什麼不說話 很多事的 很多事這樣子 我就發現 欸 他們很注意到我的感受 因為 基本上對我來說 我都 覺得男生都是 不太關心到吸血的問題啦 心理不太吸 就是不關心到 你 你怎麼感覺 你怎麼樣 除了你 你很生氣了 或是你生氣過了 他們也不知道 但是不會 我發現台灣男生很注意到這些 但是 Lesson他生氣他也不會說話 然後我也 我也注意到 這 這些我也是很吸血的人 看到Lesson 一點生氣 我都知道了 讓我記錄一下 來人的狀態 這樣看 臉就怪怪的 他看怪怪的臉 真的 真的 大家都會比較一下 Lesson的臉 一般的臉 跟現在的臉 大家會發現 明朗 好像有問題 以前 我有用一個比較爛爛的手機 然後我覺得還可以用 所以我不換 但是Lesson他看到他有一點 好像他有一點不順眼 但是他也沒說什麼 然後 有一天他說 他比較晚回來 等一下他回來 他帶給我一個 新的手機 帶給我哪個新的手機 他說送給我 然後為什麼你送給我 然後他說 這變成這樣子的 你還用 換一個手機吧 我買給你的 然後你換吧 洗頭洗衣機 什麼家裡的東西 沒有用了 我倒水進來 進來用 但是他不會 他試試看 大概是還有這樣子 他已經去買了 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我感覺他很尊重你的意見 他是會問你想不想要 但是李露你說不想要的話 他會完全很尊重你的意見 他會說好啊 或是李露你想說今天我想吃這個 然後他會說好啊 他不會拒絕你 就是 哎不行 不能吃這個還是怎麼樣 那這邊我有一點就是 還是我們去吃這個 同我同意 我們會有一點 互相的感覺 那關於是 不愛喝酒 認真工作 對工作很認真 是肯定了 穿起來的那麼多優點 那其有一個就是 讓你沒有感到 談戀愛 的感覺 也不是完全 讓你一直感到 談戀愛的感覺 可能是有時候他忙著工作 忙學習 我們可以有時間 說起他自己 我們也可以去玩 你也比較有 空閒的時間 比較有自己的空間 說 這邊 只是我的個人的看法而已 不是表明 全部大家都是這樣子 那大家 是 怎麼覺得 可以幫我們 留言在上面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 按贊 訂閱 分享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拜拜 es 很快 可以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